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去Liverpool對面海的一個半島 叫做Vero Vero和Liverpool都是Under同一個區域 Merseyside 為什麼今天我們會去那邊呢 就是想帶大家去看一個很貼地的二手房屋 我們會先去Wallace 然後向下走 去到Birkenhead 我們由Liverpool開車到Vero 就是約17分鐘 現在我們走近這一條隧道 叫做Kingsway Tunnel 它就是在1971年6月24日就開始operate 因為當時兩岸的運輸業都很蓬勃 所以就是興建多一條河底隧道去應付當時的需求 這一條Kingsway Tunnel 全場是2.4Km 比香港的東區海底隧道稍為短一點 而一般私家車的收費就是1.8英鎊 也不算貴 就是1.8英鎊 是1.8英鎊 也不算貴 是1.9英鎊 1.9英鎊 3.4英鎊 過到Vero 第一時間就是找餐廳Eto 1.9英鎊 Haley 今天天氣冷不冷嗎 很冷 很冷 今天很大風 又痛 只有10度 走完一條又冷又大風的路 終於到了我們所去的餐廳了 我現在吃的這個就是 Spoke Summer Benedict 很甜的 我未試,不知道有沒有吃 這個就是Lonch Breakfast 有蛋,有豆腐,有薯餅 有薯餅,有腸,有蕃茄,有餅乾,有豆 雪都是靈驗的 試下有沒有吃 這個水波蛋 Ali,你吃了什麼? 這個水波蛋 有薯餅 有薯餅,有薯餅 有薯餅 有薯餅 這就是薯餅 有薯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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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淨腸 淨巴巴吃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吃? 你餵我 好吃 正常豬肉腸味道 好吃 吃完好不好吃 現在Hailey覺得好吃 好吃 好吃 我也覺得蠻好吃 又坐得舒服 OK 現在外面這裡很冷 兩個餐,兩杯飲料 23磅 剛剛好 平時香港吃一個早餐都發病 最後一杯咖啡 咖啡都20-30磅 香港 一杯咖啡 蠻好吃 吃飽之後 我們就由Wallace駕駛去Burkenhead 約12分鐘的需要 有些網友聽到我們會去Burkenhead看屋 可能會覺得奇怪 因為Burkenhead一直給人的感覺 都是比較負面的 譬如牠的財產率又不低 又好像比較窮 這個地方 但是我翻查過一些資料 它都曾經被譽為 即是英國西北部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它有一些 算是最高級的私校 又有Grammar School 又多good和 outstanding的學校 我覺得會不會真的這麼差 所以我們都想去看看 因為都有一些朋友 家庭 都會有PM過 我們都有問 即是我的預算不高 但是都想過來 買到一間便宜的房子 又有小朋友 所以有個地方 又想有些好的學校 所以我們就專程過來看看 看看大家 對這個地方會不會改觀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要留意 就不可以選擇最北面的 即Burkenhead最北面的地方 因為那裡 我上網看到人說 一年是有2000宗的爆隔 所以那區 一定要避開 另外那區 也有建船廠 車廠 也有一定的就業機會 我們今天看這間房子 就是一間半獨立房子 這裡就是Burkenhead 這間就只是12萬磅而已 至於我為什麼選擇的一間房子 就是 這一區不是特別好的 老實說 一半 但是它的效望 就挺好的 無論中學小學 全都是Good Outstanding 也有Gramural School 所以譬如有些家庭覺得 預算不是很高 但是又想讓子女兒 可以讀到好的學校 其實這也是其中一個 可以考慮的選擇 這裡最近的火車站 就是走 10分鐘左右 少於10分鐘的 走到最近的火車站 而最近的超級市場 都是開5分鐘的 我剛才問過老實說 我們進去看看好不好 這間是三房 我們先進去樓下的客廳看看 這裡是客廳 這個樓底好像有點低 它還放到這個 要分到錢 對 但我還在一起 其實都尺寸不錯 這個樓底 可以放在這裡 放在沙發 平時機 然後 下面還可以放到一個 大櫃 對 這個廳都很厲害 對 這個 壁爐 比較老套 就一定要 改進去 我喜歡這個 對 各款有些老套 還有一些牆 也要去 這間 其實這個 這個 看看廚房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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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一定要轉 這些廚房 都是新的 對 對 但是我要把油 它需要 這個 這個廚房 廚房 要檢查它 究竟是有多少年 保安 這邊 這個就是 廚房 很小的 對 很小的 很小的 真是一個 純粹 一個 廁所 這個 這個 要用些錢 先做這個 這個 這個 因為 應該都像一段時間 沒有人打理過 即是如果你貪 房子便宜 買些便宜 便宜 便宜 那其實 你收回 那些錢 都可以買一間 好一點 即是好像這些 沒有什麼 裝修 好 謝謝 咦 這是我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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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有點小 像香港的三百尺樓 應該是有做過的 應該是有做過的 應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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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應該是幾個房子 那如果 這間房子也算大 應該是 會是主人房 不清楚 應該不是 對 他看的 外面 就是 有個 轉變這個人 看後院 這裡 你看這個 這間房 這間才是主人房 沒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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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才是主人房 這裡放個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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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回整門 那個街景 這裡 看出去 他整了 那些地毯 有很多 地毯 不知道是不是新 應該都是新的 場子 場子 全部是新的 這間房也有100尺 看第二間 最後一間房 這間房 這間房最小的 這是小朋友房 剛才第一間是小朋友房 這間是客房 或者是書房 可以做 小一點的這間房 最小 都有50尺 我想開一個 Gaming room Gaming room Cool 廁所小一點 廁所 可以像香港的300尺樓 進去就 沒有太多 沒有位置轉身 對 這些都不太適合 房的尺寸都可以 上面反而有裝修 上面就不用弄了 不過都要檢查 這間房 不知道是否有機會去化妝樓 就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間房子 覺得怎樣 你覺得它值不值12萬磅 你有沒有對Burkenhead 這一區有些改觀 看完房子之後 我們都駕了幾分鐘車 去附近一個market 看看 你看看 香港的尺寸 是啊 好像屋邨的 屋邨的檔口 原來這裡還有肉檔 和海鮮檔 和海鮮檬 很快地走完 剛才說到 我們再繼續看看 有沒有其他東西 看看走走走走 我們一進去 這裡是Pyramid Shopping Center 看看有什麼東西看 Argos 現在是Pyramid Shopping Center 也是整個型的 整個型的 最好吃的 整個型的 交換 就是人家的 有些開 又有些衣服 這裡真的有些少少像死城的感覺 我相信都跟這個Covid 有關係 當然啦,店舖很多都沒有開 又很少人走 我們這裏是Alcohol Free Zone 如果我們這裏喝酒要500磅 這代表什麼呢? 曾經有很多醉酒佬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喜歡、分享、訂閱和留言